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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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彩龜城镶其實就是五行 所謂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白金、青木、黑水、紅火、跟黃土 因為白色的可能比較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用藍色來取代 所以變成彩龜成響 藍色我們是用蝶豆花去做成的 青色的就綠色的就屬青 綠色的我們是用蝶豆花跟藍瓜去調色的 黑我們是用竹炭紋 就是我們一般用的所謂竹炭紋 紅色我們就是用火龍果去做 所以顏色非常漂亮 黃色就是用藍瓜 剛剛那個其實就是天然的 所以我們這個彩龜成響 就是用在地天然的食材 避免掉用一些人工色素 當然就是以健康為導向 為取向這樣 等一下我們就會把它拿進去蒸籠裡面蒸 大概蒸個20分鐘左右 記得一定要小火 因為大火蒸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硬下來的膜就會浮掉了 所以蒸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小火大概20分鐘左右 注意火不要太大 我們這個就開始放到蒸籠裡面去蒸 一開始的話我們可以稍微火開稍微大一點 但等溫度稍微上來以後就會把它關小火 大火的話恐怕那個紋路就會跑掉 就糊掉了 整個外觀就會不好看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成品 彩龜成響最後的成品 你會發現那個圓圓這個藍色會加深 綠色也加深了 黑色也加深了 所以顏色變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以前的紅骨粿就是紅色一種 現在我們加上一些新的素材 還有新的創意 那就變成色彩冰昏的一個彩龜成響 這個如果是在慶典或什麼 其實用這個應該會比以前那種 紅骨粿更有賣點 那我們這個課程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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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